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要 敬请锁定 海外的这个朋友 不知道知不知道 台湾有一个团体 叫做喜乐岛联盟 可能有些人会听过美丽岛 美丽岛是讲台湾 也是一首歌曲 那但是呢 今年初的时候 台湾一些独派团体 那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联盟 那么不是叫美丽岛 他们叫喜乐岛 那么这喜乐岛呢 当然俨然有一点是 在延续在党外时期 戒严后期的时候的 成立的美丽岛杂志 后来发生的美丽岛事件 那么经过了30年之后 那他们认为 台湾独立运动 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不是用悲情意识 而是要快快乐乐 所以叫喜乐岛 而且这里面结合到 前两位前总统 包括李登辉 陈水扁 还有非常多的 这个我们所熟知的 一些独派光谱 当然很多不见得是民进党人 但是呢 他们成立了之后 也受到大家的瞩目 因为他们在准备要在10月20号 要举行一个盛大的群众聚会 主题叫做全民公投反并吞 那么这个所谓的全民公投反并吞 那么主要是针对台湾 虽然公投法修正的门槛 改变了所谓的鸟龙公投 也就是说让整个公投通过的难度呢 回到一个常态 那么而不是一个高门槛 这个根本不可能通过的 但是呢 同时没有改变的是 对于公投项目 包括所谓的国家主权两岸定位 也就是说 不能来投台独的公投 这在公投法里头还是有限制的 而这是喜乐岛联盟所想要去改变的 所以他们在10月20号 要举行这样的一个群众聚会 那这个群众聚会 因为他时间跟11月24号的 这个台湾的九合一选举 已经非常接近了 所以这里面当然也存在着 独派团体的借机造势的一个作用 好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那民进党 民进党要不要 这个支持这个活动 要不要参加这个活动 好 这个问题因为在岛内已经有 存在的讨论 已经有一段时间 而且这个就好像东奥证明公投 这个民进党的态度 事实上是不鼓励的 那么他不能够禁止你去联署 但是我用党的力量 我党决议上 我的党员跟参选人都不能参加 那么现在呢 结果在民进党内 当然就有两派意见 有一派认为说你民进党不可能跟独派完全切割 所以呢 这个选举的时候每一票都很珍贵 不应该把他们推到这个门外去 还是要参加 但是呢也有一派在认为说 喜乐岛联盟根本就是在挖民进党的根 你让他支持他的活动 等于在壮大他 壮大他就是在帮民进党又培养下一个时代力量 下一个柯文哲 所以呢就主张应该跟喜乐岛划清界线 好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民进党要考虑要不要参加 或者要不要同意让他的这个党公子参加这样的活动呢 那么也要考虑到北京 就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反应会怎么样子 好 结果昨天民进党的中常会上 那他们通过了有选对会所提出来的一个讨论案呢 决议说民进党各级的党公职 还有候选人 不应参加 或者以及不应参与动员 10月20号的群众聚会 就是说你本人不能去参加 你也不可以用动员你底下的这个支持者 去参加 好 那这个动作出来 你大概可以嗅到一种味道 似乎民进党似乎 我刚讲的内部两派 现在有一另外一派的意见 比较占上风 那当然这个占上风 我刚刚有解释过 你要把它解读 是不是蔡英文在向北京 这个释出善意 这个解读当然是可以存在的 毕竟 这个他也可以不去禁止他的这个党公职 跟候选人去参加 这也是可以做一个态度 但是很明显 他这个决定应该是一个多重考量 一个包括是对两岸关系 对北京的一个情况 尽管现在两岸关系 大陆现在对民进党的打击 是绝对不手软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到现在为止 大陆主要的代表性的一些官方的渠道 还并没有点名直接批判蔡英文 蔡英文基本上就职两年多来 对于两岸政策还是维持他一贯的 这样的一个主张 没有改变 这是一个部分 但是呢 你可以想见 党内一定有另外一件 并不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说 你民进党本来就有独派的一个渊源 结果你现在要去跟一个 主张请读的团体完全的划清界限 这个说得通吗 这会不会 你说你担心是养拥为患 培养另外一个新的科文者 或者时代力量 但是问题是 你这样的切割 你不是也把你原来可以结合的盟友 给推动走了 结果呢 所以党中央他们另外一个做法 是要成立小组 说要跟喜乐岛的朋友来讨论 要折旗折地 向国际宣誓 维护台湾主权独立 立抗中国并吞的决心 好 这个看起来是 也是用来安抚内部另外一个 一派主张跟喜乐岛 要有更积极交往的一个意见 不过很明显的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处境 完全反映的是 像蔡英文这样子的一个主张 两岸关系 所谓的不要意外 维持现状的这样的 总统也好 民进党领导人也好 在目前的环境底下 那真的是 这个父子骑驴 那么你想要两面刀切两面光 一不小心就变成两面不讨好 不讨好 但是呢 在我来看 这个大概也就是 民进党必须去面对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在台湾内部你永远会有 这种我们讲的两派 统独两派一见 那么你即使现在所谓的 请独或者反对统一的力量 在台湾已经变成多数 但是呢 就算是这样 在内部还可以又分成说 是用现状当作独立来接受 还是说有人主张去改变他 要证明制线 更激进的 那么要直接的挑战北京的红线 那么这一次 这个蔡英文 在主导的民进党中常会 通过党选对会的一个讨论提案 那么禁止这个公职跟候选人 去参加喜乐岛的活动 这个事情呢 其实完全就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这样的基本的环境跟格局 所产生的一个效应 在平壤的这个文金三会 昨天结束 那么结束了以后 北韩方面已经明确的表示 说他们愿意在国际专家的见证之下 来永久关闭这个东仓里飞弹引擎测试 还有这个发射的一个设施 另外呢 北韩还同意有条件的关闭 用来生产核武原料的宁边原子能研究中心 那当然他有个前提是美国必须要依照今年六月的这个美朝联合声明当中所采取的包括取消这个对北韩的经济制裁的这一些相应的行动出来 那其次呢很重要一点是两边所发表的这个平壤共同宣言 那么同意要消除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 那么事实上北韩的去核进入到实施阶段之后呢 就等于是宣布战争状态的结束 那么也为两韩之间的这个互不侵犯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一个保障 所以清瓦台国家安保室的这个市长郑毅荣 那么他就说平壤共同宣言就等于是签署了互不侵犯协议 那么可以加速朝鲜半岛的一个无核化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是集中在包括这个无核化的一个进展 以及互不敌对 那么或者说结束战争状态 那除此之外第三次的文经会他们也决定 两韩要一同来申办2032年的这个夏季奥运 以及今年内就要动工来连结双方的这个铁轨跟道路 那么同时如果条件允许将要重新开启这个开城工业区 金刚山旅游区 还有新设的永久的离散家属 重聚设施等等 好坦白说如果你把它相较于今年四月 这个板门店宣言来讲的话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九月的这个平壤的文经三会 应该说它能够起到的影响 可能甚至于要高过于四月的板门店的这样的一个聚会 但是为什么国际媒体相对这么的冷淡 这里头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 我所谓带偏见就是说 也有相当多的国际媒体 在看待国际新闻 他们有一点欧美本位 那么也或者说 有一点这种所谓的这个 以美国至上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 那这是一个本位 那本位它的一个本位之所在 我待会还会再来分析 但是如果从这种新闻的热度来说 那当然还是有些逻辑存在的 好我们先来看看 今年初大家回想一下 今年初的这个朝鲜半岛的情势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金正恩被当作是一个叫做火箭人 他跟川普之间不断的骂来骂去 一个说是火箭人Rockyman 一个说他是疯老头 口水战还比这个谁的核武按钮比较大 而且北韩时不时就来一次导弹的 这个这个试射 或者是核武的一个试射 但是呢就在这么悬疑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在今年2月的冬季奥运 在这个这个南韩举行 那么实现的第一个突破 这是文在寅任内所达成的 那到了4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文在寅在板门殿 他跨过这个休战区 那么这个他在板门殿 那么跟金正恩会面 那么金正恩跨过了休战区 来跟文在寅两个人的拥抱 那一刻整个的画面可以说非常的聚焦 吸进而且两个人还携手漫步 那么这个有人认为是太过浪漫 但是不管怎么讲 那个场面大家认为是一个朝鲜半岛局势的转利点 我刚讲过说 其实把门店宣言实质内容并不多 但是他的气氛烘托 在原来朝核问题 这个剑拔弩张的情况下 带来了急剧的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翻转的效果 所以吸引了所有媒体的注意 但是当然真正的高潮是在6月份的这个川青会 在新加坡 那么前面本来说要开 后来川普又威胁说不开 要开不开 要开不开 到最后终于开了 这个悬疑性 本来就是所有的新闻元素当中的必备的 那么所以到最后终于 这个金正根实现的 跟川普这个世界全球唯一超强 强权领袖 平起平坐 那么就成为一个我们说 一个戏剧的张力 达到了最高峰 好 那有可能是因为前面已经 这个高峰 已经达到这个程度 所以这一次的川青会 在平壤举行的 18 19号两天 其实就场面来看的话 丝毫不逊色 于4月的板门店的这个 这个文川会 以及6月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川青会 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 第一个就是文在寅 担任韩国总统之后 第一次到这个平壤去访问 那么金正恩摆出的这个阵仗 不得了 他不但亲自到机场去接他 两个人再度的拥抱 而且呢 这个检阅仪仗队之外 另外平壤当局啊 动员的 数以十万的这个民众啊 从机场到国宾馆前啊 夹到欢迎啊 那据说因为这个民众太热情啊 太投入了 所以文在寅的策略在路上速度变慢啊 比预定晚了半小时才到达到达这个国宾馆啊 简单说盛况空前可以看得到啊 那么为什么这么样的热烈 先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金正恩为什么要这么热烈啊 金正恩这么热烈 第一第二个是国际媒体为什么对这样的热烈的场面 视而不见啊 金正恩的热烈啊 我想他有很多的一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知道9月9号 这个北韩的建国70周年的时候呢 那金正恩已经用一种和平的姿态向世人展现